韩国电视剧的题材非常丰富 近年来同性题材的韩剧更是越来越多 韩国同性电视剧中你都看过你哪些呢 细说小编为大家带来了韩国最经典十大副剧 如你的目光所及之处 你好德古拉 这我的新型人生是美丽的 暧昧男子悲伤诱惑匆匆心动的一起来看看吧 韩国最经典十大副剧 一你的目光所及之处 好看的韩剧非常多 但是这部你的目光所及之处 称得上韩剧真正意义上的首部BL网剧 由曾参加选秀节目Produce X101 的韩基灿与演员张艺秀主演 开播前就凭着高颜值的选角 与霸道总裁的情节备受热议 剧中讲述了TB集团继承人韩太周与贴身 保镖兼青梅竹马江国之间的同性爱情故事 豆瓣评分8.4颜值高剧情甜 唯一的槽点就是每集只有十分钟太短了 二你好德古拉 同性恋题材韩剧中这部百合剧 你好德古拉也有很好的口碑 讲述了一直很听妈妈话的女儿安娜徐玄氏 和一直对女儿很强势的妈妈美英李志贤氏 在梦想与现实之间纠结的地下歌手瑞颜 李朱斌是含着金汤匙出声的志亨徐问律师 以及从小就看家人脸色长大的有拉 高纳西是之间的错综复杂的故事 三至我的星 星至我的星星是一部好看的同性恋题材韩剧 讲述了孙雨贤将在剧中扮演演员江旭俊 凭借完美的外貌和天赋 出道以来从未出现过下滑趋势 仿佛天上的星星般发光的他 因为某件事情进入了厨师韩志宇的世界 经历了微妙的情感变化 演员金江明将扮演满男厨师韩志宇 一直以坚韧不拔的任劲向着目标默默前进 因江旭俊的闯入 陷入一生一世的混乱之中 随着光年推移他们互相鼓励相爱着 四人生是美丽的 人生是美丽的是不是正统的同性恋韩剧 但是非常值得一看是豆瓣评分9.2的高分韩剧 以风景宜人的冀州岛为背景 讲述了普通的再婚家庭里 发生的温馨动人的亲情故事 剧中讨论了很多社会敏感的话题 该剧是韩国SBS电视台2010年 播出的长达63集的韩剧 这种冗长家庭剧一向不是年轻人的菜 但人生很美丽中一条 男男恋之线却吸引了很多人 五暧昧男子 韩国经典副剧中这部暧昧男子 是细说小编最喜欢的一部 该剧改编自韩国正在连载中的人气同名网络漫画 讲述了原本住在隔壁的两个男人 因为其中一间失火 偶然间同剧后发生的爆笑同剧故事 这部剧是纯纯的以卖辅作为卖点的搞笑剧 每集只有六分钟 展示了两个直男之间暧昧而爆笑的日常 喜欢这种类型的朋友 一定不要错过六悲伤诱惑 悲伤诱惑是一部古早的韩国同性电视剧 讲述了一个事业处在下降期开始不被公司重用的 且家庭生活也渐渐不和谐的中年男子金甲苏 和一个事业正处在上升期成为公司红人 却突然遭遇被自己长久以来深爱的男人 抛弃的青年男子朱正摩演的感情故事 剧情非常稀腻朱正摩的颜值是一大亮点 其匆匆心动 匆匆心动是你的目光所及之处 制作组的后续作 讲述了马拉松希望之心与临跑选手 之间心动满满的爱情与友情的电视剧 李喜正将饰演即便在困境中 也不失笑容的的短跑选手上合 组合The main BLK成员签胜号将饰演对马拉松 以外的一切都毫不在意的希望之心振远 与李喜正展开合作八百合式趋势 韩国GL剧中这部百合式趋势很好看 粗心的年轻女孩金珠为了寻找自己丢失的人生护照 进入了先于恩书的家中碰巧 与神秘美少女侍郎相遇相识 两人谈话投机彼此的性格相互吸引 双方感情迅速升温 同时进行着各种暧昧的互动 趣味性地描绘了少女们惊奇的初次相遇 使剧情就像明朗的纯情漫画一样美好 酒咖啡王子一号店 咖啡王子一号店 虽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同性恋韩剧 但是也是韩国BL剧中必看的一部 剧中高恩赞引文会是家里的家长 为了养家糊口女扮男装 在一次助人为乐的事件中遇到了崔汉杰恐佑 汉杰误认为恩赞是与坏人 抑或的而羞辱了恩赞的父母 恩赞为了索要道歉 一直跟踪正在不断相亲的汉杰 汉杰灵机一动与恩赞达成了一项抵挡 相亲的交易办同性恋恋人石峰之画园 经典韩剧《峰之画园》根据韩国同名畅销小说改编 讲述了古代知名女画家申润福 悲伤的一生和历尽曲折的爱情故事 但作为一部古代画家生平传记作品 主人公画家的身份决定了 这部剧中的绘画是一大看点 剧中有很多关于绘画的镜头 带给人赏心悦目的艺术之美 剧中的百合线也非常吸引人 非常感谢大家观看细说为您带来视频 感谢大家的支持和关注我们下期再见